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澳門行政長官何一誠今天發表施政報告 他宣布會在明年繼續實施現金分享計劃 向每名永久姓居民派發一萬元 這些就是德政 而且人家一派就已經十幾年了 反觀你香港特區政府 究竟你在搞什麼 這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在11月初的時候還在說 香港今年的財政很嚴重 有三千多億這麼多 就說明這個保就業計劃第三期就沒有了 那些企業一看到沒有補貼 那可能會解僱人 這個大家都預見得到 而且他其實說到這樣 即是暗示下年就沒有錢派 實情派錢是不是真的這麼邪惡的行為 其實在今年全球經濟下行的情況下 很多西方文明國家的政府都選擇派錢這一招 就可以證明得到派錢是沒有問題的 美國都派了 這個陳茂波司長長期看不起派錢這一招 在2017年的時候就說派錢是不符合你那個理財的理念 好了 接著去到去年的時候 又說派錢不符合今屆政府的理財新哲學 你在說什麼呢 是不是 那時候澳門政府 那個財赤嚴重過你 人家的賭收 今年沒有了九成 什麼一樣派 是不是 有時候好天斬下雨柴 不是見到財赤可能有三千億 就這樣不行 那樣不做 那你搞明天大元五千億 你就去推行 你先顧好市民今天的情況 而且 你又不要學老董那招 經濟下行的時候 就叫市民一起共度時間 勒緊褲頭 為到經濟開始慢慢復甦 慢慢向上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市民享受到經濟成果才行 所以梳打浮政府 年年派錢是值得賺的 陳茂波不知拿著錢 你幹嘛要談 好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剛剛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超過了16萬人 多謝大家的支持 好了 根據美國媒體Exios的報導 他們就引述了白宮官員的消息指出 特朗普就打算在今屆任期之內 持續推出對中國的強硬政策 究竟他是以什麼原因來推動呢 消息人士就說 特朗普是打算侵犯新疆和香港的人權 或者威脅美國國家安全作為原因 向更多的中國企業和政府官員採取制裁 或者限制貿易等等的措施 具體他們有哪方面的計劃呢 特朗普在前幾天 他就宣布了 說要制裁31家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企業 限制美國的企業和國民 是投資在這31家企業身上的 如果目前已經持有相關的股份 或者衍生工具 就要在明年11月之前 是全數釋受的了 同時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 就賦予了美國國防部長一個權力 就是當他認為哪一家中國企業 具有中共軍方背景的話 就可以列入一個實體清單當中 當列入的時候 美國的企業和國民就不能夠投資了 所以權力都相當大 現在他們說持續制裁的計劃是什麼呢 他們其中一個方向 就是要擴大這份實體清單 等同於要封殺更多的中國企業 使得美中金融脫鉤成為事實 到底他會不會真的這樣做呢 這個消息是否屬實呢 我自己的研判就是 就算是真的 也不奇怪 而且我認為機會相當大 因為官乎特朗普在上星期 因為當美國大選的選後爭議 仍然是非常刺激的時候 他都是不忘向中國出手的 更何況就是 他第一屆總統任期 仍然是有十個星期的 在這十個星期裡面 他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 所以就算說這一家媒體所引述的消息是熟實 都是一點都不奇怪 亦都是不意外的 當然他在這十個星期裡面 繼續推出一些新措施的時候 我相信他都做了兩手準備 以及作出了最壞打算 若然他是能夠成功連任的話 這十個星期所推動的東西 就當是奠定了下一個任期的路向 但是一旦真是不幸地沒有辦法連任的話 就算被拜登這麼厲害 大枝東西上台了 特朗普在這段時間所做的事情 就會變成了夾緊拜登 因為拜登很難再扭轉 現在特朗普所制定的軌跡 包括對華強硬的政策 當然 明顯拜登絕對是可以厚著臉皮 推翻了特朗普任期之內 大部分的行政命令 沒有說不行 這是他的權力範圍之內的事情 但是他同時來說 亦都要面對著美國國內的壓力 在接下來這十個星期裡面 特朗普每推行多一項新的對華措施 就等同於對拜登多了一重的鉗制 拜登如果在基本條件不變之下 貿貿然推翻特朗普任期之內的措施 就等同於政治自殺 不僅是共和黨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 不會放過他 就算民主黨裡面的鷹派 也會追殺他一份 當然 這就是後話 現在很多重大的法庭案件都未審訊 而且特朗普也預告了 有些法庭案件會證明得到 今次的大選是違憲的 我們就要拭目以待 至於中國方面的情況又如何 在昨天 中國和東盟十國 以及日本、韓國、澳洲和紐西蘭 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簡稱叫做RCEP 這個RCEP其實在2011年的時候已經提出 是由中國牽頭的 現在 似乎有些相當強硬的國家 比如說日本和澳洲 都有份加入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RCEP 早在去年的年底已經談好了 但是為什麼會選擇 現在這個時刻又去簽署呢 我相信就是跟美國現在的選後的局勢有關 現在中國選擇在這個時機正正是適合的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和蓬佩奧的對華政策是有多強硬的 他們也是能夠夾緊一些國家 使得他們選邊站站站在美國那邊 就沒有選擇站在中國那邊 現在美國的選後出現了這些亂局的時候 他也無瑕兼顧所謂印太的形勢 所以到最後只有印度退出了 沒有簽署到這個RCEP 這個RCEP組成了以後 其實就是變成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涵蓋了超過23億的人口 經濟總量也是這麼多個自貿區當中最大的 當然那個發展的潛力也是相當大 而且不要忘記這個RCEP是沒有美國的 拜登曾經宣稱過 說他上台以後就會改變特朗普時期的外交策略 包括了會依靠國際組織 以及多邊主義去抗衡中國 實情拜登當然就是描上天開 第一他說要依靠國際組織 如果國際組織是怎樣 特朗普就不用連世衛組織都退出 就不用連世衛組織裡的上訴機制都癱瘓了 正正就是根本上有很多國際組織 就已經被中國的影響力滲透了很多 你怎樣可以依靠這些國際組織去制衡中國 是不是吃猛了 第二就是依靠什麼多邊主義 其實不少的主流媒體都有說過 就說拜登有可能會帶領美國重返TPP 但是這個TPP和RCEP 有部分國家就是重疊的 究竟這些國家在這兩個自貿區當中 他們參與的程度是有多深入呢 當然就要看看究竟哪一個條款會比較寬鬆 其實就不用看的 憑常識都知道中國牽頭會比較寬鬆 因為中國本身對自己也是很寬鬆的 尤其是你看巴黎氣候協定就知道了 大陸簽署了 但是他們官方也聲稱 中國排放溫色氣體的總量 要到2030年才達到峰值 然後才慢慢降落 你說多寬鬆 好了 至於那個TPP 即是現稱叫做CPTPP 裡面有很多條款 一時又說要保障勞工福利 一時又說要關注環保的議題 總之就搞十幾樣事情 當然這些就很合乎左膠的口味 又綠色 又勞工 又福利 又諸多基格 但是不要忘記 當搞這些貿易協定的時候 其實就必然有一個優先次序 擺第一的肯定就是經貿利益 至於其他那些東西 是屬於點綴的 但是那些左膠就不是 反過來就說要注重這個 注重那個 又勞工權 又七 在那麼多麻煩事情的時候 尤其是東盟那些發展中的國家 哪有空理你這麼多事情 做生意就是求財 不是求氣 賣給誰其實是無所謂的 站在那些國家利益的角度來看 總之賣得到錢的就是有自己的好處 賣不得到錢的就有這個制造 那樣又說要虧限 那他肯定就不跟你玩 所以大陸選在這個時刻去推出RCEP 就等同於是破解美國的TPP的招數 當然就算拜登真的上台也好 他都未必會在短時間之內進入這個TPP 就算他真的進入 都不等於一定是可以抗衡得到的 因為你裡面那些條款 就不理於有些發展中國家的 而且拜登又說不流行去夾某些國家的立場的時候 那你說去抗衡中國 就是發白日網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